誰能比趙立堅還比他更多? 有一位人兄,普京 今天會與拜登會面 不過會面氣氛之前非常不爽 這位普京在前幾天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即是NBC的訪問 趙立堅說美國要看醫生 普京再振多一句 美國不單要看醫生 跟山德鬼那麼醜 教你講的英文 如果你是否認真 MIRROR這句字就是拍鏡 不是香港MIRROR 就說你長得醜 你就不要對眼鏡生氣了 因為你看他的樣子 你自己都是相當壞的樣子 這些說話其實真的 是不是火爆過 真厲害 李皇鄉 中國叫戰狼外交 這個叫戰紅外交 為何這麼大份量 為何在會面前 對著美國建議說的這麼火爆 可能普京就相當一套火 又被人制裁 又在種種的戰略方面 針對著北大西洋 就咬著你不誇 其實北大西洋 自從蘇聯解體之後 已經抵達到俄羅斯的家門口 甚至美國已經包圍了他們 普京已經相當不滿 對美國 基本上沒有好日子給他過 所以他說 為何說你生了醜 就不要對著白鏡發生氣 那些俄羅斯言語 他就告訴你 因為你不覺得 這麼壞、這麼腐敗的國家 有國會山莊事件 黑人被警察虐殺等等 你的社會同房 但你不可以把麻煩放在我們俄羅斯 又說俄羅斯干擾你選舉 又說我們介入你們的內政 你沒有什麼證據 沒有我們就說 就等於對付中國一樣 不斷說 所以總總面前 就擺出一個樣子 非常之不滿 亦都告訴你 拜登和普京會面 是不會有好結果 當時大家都很擔心 說普京會被拜登拍角頭拍了過去 好像和英國首相Johnson 我看來就不會 除非他演技好 甚至每個編劇 真的編劇得到非常奇風突出 反正的話 這個會面其實都不會有什麼成效 因為兩個都說了 拜登說我會後也不會有新聞發佈 表示大家不會有聯合公佈 大家不會有什麼談得成 究竟他的會面是什麼呢 可能真的非常火怕 因為拜登說過 這位普京其實就是一個殺手 普京就說我祝你健康 相當之不滿 大家見識過 原來比趙立堅厲害的人 都大有人在 只不過這位普京是總統 我們伸回門去可以比擬 不過告訴你 為何我這樣說呢 我看到一些留言 在國內網站 講開趙立堅 或者我們最近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風向 有些人不知道 可能都是一些公知 或者是一些道岸 道岸貌言的人 就在那裡說 這樣說是不好的 你始終都沒有外交禮儀 你看拜登多斯文淡定 穿西裝又漂亮 人又清瘦 說話是斯文 學這些 我告訴你很對不起 對著美國這些國家 這些所謂 雙面君子 雙面君子 我們看到 趙立堅 其實很少如科 你看普京作為 這個是一個 國家最高的領導 等如 如果是我們習主席 是他講這些話 你覺得 會嚇到你 幾乎跌落地 再這樣說 因為講人話 不是講人話 你不懂得聽 所以他一直數下去 這個美國 所以覺得 很奇怪 更辣都有 好了 又講一下 學完英文之後 我們又講一下 這個 最近歐洲 一個現象 我們看看 這個歐洲有什麼現象 有一個調查 發現 原來 歐洲也有抗平主義 看看這個德國 德國剛剛輸給法國 輸了1比0 對 輸給法國 其實 德國在這個調查裡面 最突出的 因為這個 這個調查 就是 法蘭克福匯報的 這個調查 就是講 擁有財產的 觀念和定義 原來 德國只有26%的男士 對財富有追求欲望 女士是18% 也不出奇 女士通常都沒有男士 這麼激烈 另外 這個調查還包括了 美國 除了德國之外 美國、意大利、 瑞典、西班牙、法國 和英國進行 德國男士的看法 比較淡然 美國追求的欲望 都是屬於中上 男士有35%追求財富 女士上升是24% 什麼叫財富呢 他定義就是 你有100萬歐元的資產 除了房屋之外 就是說 你自己有財富 100萬歐元的資產 大概千多萬港元 其實這個叫做好富有 在香港來說 也算是好富有 我想是中上 不過 在歐洲 這些國家來說 譬如英國 他們的財富欲望 比德國更低 女性也是 整個七個國家裡面 英國的受訪者 男和女都好 他們對財富追求欲望 即是追求一千萬 一千萬 千多萬港元 加上樓 這些水平的生活 他們都是20% 19% 即是五個人 只有一個人 打算說 我有樓 然後拿著幾千萬 這樣 這個是不是叫做躺平主義呢 這個德國的德國之聲 就發出評論 其實他說 這個也算是一個躺平主義 即是你對財富沒有追求 普遍歐洲國家只有20% 最密質主義的就是意大利 可能的名牌多 男女的錢都很發光 香港沒有人做調查 不過香港我想 都 今時今日都不會太多 康明主義呢 他們在西方媒體就 報導了不少 即是說 可能中國的危機 貧富懸殊等等 只不過今次 他的發言 即是起這個報告 更有深度的了解 歐洲或者歐美的年輕人的電流 原來 他們不喜歡追求財富的其中一個原因 他們比較是不相信財富 甚至是仇富 因為不是仇富 只是覺得 只有幾%的德國人 覺得 那些人賺到錢 是正當的 很多人都不當的手段 才能取得到財富 所以他們就 不太追求這件事 因為覺得 賺到錢 很多人都不是一個 叫做正行正路的方法 為何會有這樣的想法 和中國的康明主義有點不同 歐洲國家 你知道德國好 或者英國好 資本主義 他們是最深刻印象的 資本論 馬克思的資本論 一定讀過 不像香港人 揭也沒揭過 像我這樣 最重要的資本論 原始資本的積累 相當之 安裝 骯髒 血腥 他們是知道的 至少讀書 讀過 原始的資本 是很難聚集 歐洲很厲害 因為它有殖民主義 它是靠牆 所以他們年輕人 也有這個記憶 或者有這個文化 賺到錢 通常都不是乾淨 不是好的 好了 資本家做什麼 剝削 我們說過 這是白駕斯的資本論 所以看法是幾負面 不是仇富 跟仇富不同 香港好 中國的仇富都說 你有錢 譬如鄭爽 問你二八零八萬日薪 我不爽 我不讚 但是我想歐洲各方面的想法 可能比較深層次 竟然間他們有個發言 就說 唉 他們覺得這個財富 在歐洲 以傳統來說 他們知道自己的殖民主義 做過很多陰質事 去剝削人等等 但其實有一個新的模式 不是這樣的 歐洲年輕人以為這些是靈活遊戲 我有錢 譬如我賺了十萬 阿尚福 你就賺少十萬 即是我剝削你的 或者我是搶他們的 本帆 等如一樣 人家好地地的殖民地 你破壞了別人的地方 或者搶別人的資源 去你的地方 人家真的睡街 你建高樓大廈 你看法國十四八世紀 多宏偉 你看英國多宏偉 你看殖民地多慘 在印度怎樣 法國、英國、德國的年輕人 他們是有這個記憶的 我們是沒有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 因為是靈活遊戲 所以他們都很討厭 我不需要有錢 其實我吃就夠了 很少要有一千萬 可能這個距離就是 歐洲的躺平堅 就不是仇富 而是覺得 傳統上他們的DNA 或者他們的記憶 資本資源的錢 多數都是髒的 為何要弄髒自己呢 根據他們的報道 應該是這麽上下的想法 他們很羨慕中國 中國現在的模式是什麽呢 就是鄧小平說的 由先複就帶後複 就是有些地方複起來 後面那個就跟著他 不如沿海地方 那時候我們發展了 那時候 其實都 貧富完全幾差 很多在深山的鄉郊 在貧困的完成的人 進來那裏做打工 幾十年後 你看到深圳都很可憐 但都一天坐在那裏 三十多裏吃一碗飯 喝一口水 然後去開工 但他們會有後負 就是中國說 為何會有後負呢 中國是有本事 不斷做大個餅 但在這個發言裏面 這不是中國人對這個評論 不是中國的新聞拿出來 而是德國知青他分析說 其實有另一種模式 你爭取財富 其實不一定好像資本主義那樣 靈為猴屁 要是我殺你 拿你的錢 剝削你 搞你永無寧日 不是這件事 現在新的模式是說 先複就帶在後複 中國是一個暴星球 要餅要越做越大 因為餅要越做越大 現在你看看 又發展西北 發展新疆等等 是否真的 鄧小平的想法 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落 然後再發展其他地方 時間很長 又不是工資 一年半個月又有 這些又亂 那樣又有什麼官聯主義 沒有的 西方今次定義了 要看年輕人看看 其實真的不是這麼悲觀 不是靈活遊戲 累積原始資本的話 不一定靠搶 不是殖民主義 其實中國的事發的模式 就說 他真的有別墜 有辦法 有規劃去做 但這件事 歐洲做不到 只有集體主義 只有社會主義 即是權力集中 我不是在這裏講歌 還沒有注意 你看回民選 或者自由民主 即是他們所有的精力 耗費在政治和選舉中 所以他們也是很分散 權力分散了 你自然做不到這些事情 自然不會有計劃經濟 永遠都是 我去學校 在學校讀的經濟 自由經濟 永遠是有均衡 永遠是最好的點 錯的 好了 這件事說完 不過都相當之遺憾 我本的德國隊就輸一比 長波都很接近 但是法國的突擊就打得比較好 贏輸一球 真的相當遺憾 德國都有很多機會追平 我覺得和波可能比較合理 好 但是剛才聽你說 原來德國那些年輕人 他們都明白那個資本主義 或者以前的帝國主義的剝削 也都明白到當時尋找殖民地的好處 而富起來 現在就 原始資本的積累 你讀黑色就會讀到 現在是有些羞愧的心 反而是覺得 他們長期有記憶 他們的文化 我們的文化不是這個 我們文化當然是自由經濟 但是我覺得 起碼他們的教育制度 可以比較坦白去教他們歷史 不會蒙蔽他們 讓他們明白歷史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有多好用 你好知 馬克思是德國人 第二他在英國寫這個 智庫論 所以你看到德國和英國 他們對財富的比率 追求財富的比率 但是不是很高 是否有直指因素 不知道 不過想當年這樣說 其實他們覺得 這個世界只是靈和遊戲 只是你剝削我 我才有錢 你是要被剝削的 你就沒有錢 這樣說的原因 我推斷出來 後來看回他的評論 他推崇中國模式說 其實不一定是靈和遊戲 是有千副萬副 這件事 我就覺得 這件事他們是有DNA 這個世界的經濟發展 絕對不是靈和遊戲 一定是不斷擴展 不斷創新 不斷有新科技 去帶動經濟向上 我覺得靈和遊戲一定不是 千萬不要說 你找多些人就會找少些 不是的 是可以Wing-Wing的 可以共贏的